12月1号 第40届时报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台湾新北市举行 自1978年创办以来 走过40年岁月的时报文学奖 如今已成为备受全球华人关注的文学奖项 当天 在影视小说颁奖单元 来自上海的90后女孩张金儿 以首次创作完成的作品《玫瑰弥萨摘得优选奖》 本来可能不觉得文学是我的就得到认可的一件事情 然后现在就觉得我希望写完一些和这个大时代有关的一些小小的短片 是我个人想表达的一些议题 张金儿告诉记者 这次获奖的作品 取材于自己在世界各国的游历生活 而作为首次创作完成的小说 张金儿介绍 作品虽然构思了很久 但写作过程只用了八个小时 作为一个写作的自由职业者吧 然后每年在不同的国家居住几个月 就是接一些零散的活 然后想尽力去趁着年轻的时候感受一下不同的生活 有点像吉普赛吧 台湾中国时报社长王冲中表示 希望时报文学奖能够成为两岸的桥梁 为两岸文学交流搭建一个好的平台 从血缘上 从生活上 从习惯上 其实两岸都是一致的 那因为有共同的这个语言 共同的文字 其实才能创造共同的这个生活价值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能够让两岸能够 能够真正心手相连 心灵气和地结合在一起 时报文学奖由台湾中式媒体集团主办 余光中 张爱玲 颜歌玲等两岸知名作家 呈先后获颁该奖项